動漫我要聽 這寫百分百元的 怎麼會被我溫柔的掃音給你快樂 你怎麼寫太黃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 電波里長永博 主持群 電波里發展促進會 你現在所聽到的是動畫 Macros Plus 的劇中歌曲 由虛擬歌手 Sharen Apple 所演唱的 Sundee You 各位聽眾晚安 歡迎來到本週的 李明納卡西單元 我是永北啊 我是嘎嘎 我是卡魯 我是第一次出現在 納卡西的小威 歡迎 我是說阿嘎嘎 你剛才介紹到這首歌曲 是Macros 系列當中的劇中歌曲 可是我記得 Macros 系列不就是一個 安排一堆劇中歌曲 然後出專輯 順便捧紅某一個 真是世界歌手的大前坑嗎 像是這個初代Macros 的李明美 捧紅了《泛島真理》 還有Macros 7 的《Firebomber》 捧紅了福山 不不不 福山方數在這之前 就已經很紅了 我懂永伯的意思了啦 還有像是 Macros F 裡面的 雪莉和蘭卡 分別捧紅了 《Man》和《中島愛》 對啊 可是幫Sharon Apple 配唱的歌手究竟是誰啊 怎麼好像都沒有什麼印象 永伯你會沒有印象 不是你的錯 首先 Macros Plus 這部作品 本來就沒有打算 要讓Sharon 演唱市場接受度 比較高的流行音樂啊 所以一般人 想不起配唱歌手的名字 是很正常的啦 嗯 而且啊 幫Sharon配唱的歌手們 都非常低調 其中除了像 山根蚂蚁跟 新居招奶這種 低調到自成一格的歌手之外 竟然還有一位 從來不曾公開露面 也不知道屬於哪間 經濟公司的歌手 叫做Gabriella Robin 這更是分散了觀眾 對配唱歌手的注意力咯 所以不是本博記憶力衰退的關係咯 我就是 不是 當然不是 好 可是我覺得呢 卡路你剛才 是不是故意強調 那位很神秘的歌手啊 被你這麼一講 反而我開始在意那個 Gabriella Robin是誰了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這位Gabriella Robin吧 喔呦 覺得你根本是故意的吧 對呀 很像咯 好啦 言歸正傳 其實在錄今天的節目之前啊 小微我已經做了初步的調查 我上youtube搜尋她唱過的歌曲 結果發現動畫 心境牛在裡面 史派克從教堂的窗戶一躍而出 腦中出現人聲跑馬燈時啊 背景響起的那首Green Bird 也是她唱的耶 嗯 我就說 那個很像一堆天使圍在她頭上迎接她去天國的那首嗎 她沒有去天國啦 我只是說很像 你聽不懂喔 是 聽到那麼純淨 而且又透明的歌聲 彷彿真的是看到天使一樣耶 不過這個輕飄飄的歌聲 不也是演唱動畫 Turn A鋼彈全劇中的那首Moon的歌聲嗎 兩位說的都沒錯 這些有點年代的神曲 的確都是同一個人 也就是Gabriella Robin唱的喔 喔 還蠻特別的耶 明明是幫日本動畫演唱歌曲 可是名字聽起來又不像日文 她是美國人嗎 不是 很可惜 光憑專輯內頁和製作單位所放出的資訊 我們連她是哪一個人都不知道啦 事實上她唱的語言 既不是日語 也不是英語 德語 或是其他常見的拉丁語系的語言 許多像小威尼一樣想知道她的真面目的歌迷 在網路上求助各國語言專家 都不知道她唱的到底是哪國語言 真的是名一般的存在呢 嗯 我猜會不會是人造語啊 就像是自己去找一些音節 然後填進歌詞裡面 反正聽眾也不知道是哪國語言 總之唱得很順就這樣唱下去了 像是這個 Achis Miche Utrims Lupin這樣子 我剛剛說的呢 就好像我好像想念魯邦的句點 怎麼有點反胃 趁他不在說壞話 可是詠博剛才的推理其實蠻有道理的喔 因為其實蠻多動畫音樂作曲家 都很喜歡用這種人造語 在他們的作品當中 像是我們早期在節目中介紹過的 維浦遊記 就有很多作品使用了人造語 所以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喔 嗯 下段節目當中 再讓我們從Gabriella Robin參與過的作品的音樂製作人那裡 來尋找線索吧 來聽聽這首會浮現人生跑馬燈 由Robin所演唱的Green Bird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李明拿卡西 今天我們的李明要來扮演偵探 從蛛絲馬跡當中 尋找一位神秘又低調的歌手Gabriella Robin的真實身份 我們趕快繼續吧 嗯 既然關於她本人的資料如此的稀少 那從她的合作夥伴來思考 會不會比較可行呢 嗯 趁著廣告時間啊 偵探小微我又蒐集到了不少情報囉 目前啊 全球各地粉絲所蒐集到的資料中 Robin似乎只參與過兩位動畫音樂作曲家的作品喔 一位是尖野養子 嗯 就是米蒂卡魯最愛了 另一位則是尖野的前夫Gokoko造 哦 一下子就把範圍縮得好小喔 這不禁讓人懷疑Robin其實是日本人吧 嗯 粉絲之間啊 還流行著一種假說啊 認為Robin就是尖野養子本人 是不是 這個假說確實是蠻吸引人的喔 可是呢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很多動畫音樂作曲家都會從全世界各地 來找尋合適的歌聲啊 對不對 像是川井縣次 就偶爾會跟香港的歌手合作嘛 還有尖野他自己合作的對象 更是橫越三大洋四大洲 那麼美國 英國 義大利 俄國 還有澳洲都有啊 如果要就此推斷 就是尖野本人證據恐怕還有點薄弱吧 嗯 但搞不好正因為如此 尖野才更可以隱藏自己的身份啊 有人發現訪談當中的尖野總是在閃躲 關於Robin真實身份的問題 他每次都說 哎呦 Robin是火星人哟 啊啦 討厭 Robin唱的是火星語啦 真的有沒有這麼煩啊 很煩耶 搞不好這就是他心虛的表現呢 喔 還有還有 我們剛才在播放的那一首 Santi You啊 在專輯中明明寫說是由 Gabriella Robin所演唱的 可是在劇場版末尾的製作人員名單上 卻標記了 尖野養子演出 喔 演出這個說法實在是很曖昧 這是不是代表 尖野在歌曲中除了做編曲以外 還擔任了演唱工作呢 喔 真的是吊人胃口欸 明明種種跡象都令人懷疑 Gabriella Robin就是尖野本人 但是呢 就是沒有辦法確定 來聽一首歌曲 我們再來會整一下手中的資料好了 嗯 來自電視動畫工科機動隊 Stand Alone Complex OST3 由尖野作曲 Robin演唱的 Torukia 我發現啊 雖然我們剛才講的那麼高興 可是啊 也有人提出尖野養子 不等於Gabriella Robin的反正喔 比方說啊 尖野製作的一些廣告音樂 明確寫著由尖野養子演唱 可是既然他或他的公司都承認他會參與演唱了 那何必再取另外一個假名啊 沒必要吧 對呀 而且你看看本博查到的資料喔 跟尖野有密切關係的意大利歌手 Iraria Graziano 他竟然說啊 他曾經見過Robin本人 正式說明了他不是尖野 嗯 而且他還說 Robin是一個很nice的人 這也太懸了吧 是不是 我們前面討論的這麼多 好像都變成只是在自嗨 可是這搞不好是尖野串通了他的合作夥伴 一起在故弄玄虛啊 你看看連歌手山根螞蟻 作詞家Shanty Snyder 都不約而同的提到他們跟Robin 是透過宇宙通訊來溝通 你不覺得啊 這是事先串通好的可能性很高嗎 真的 而且永伯你提到的那一位Glaziano姐姐 也可能是在唬人的啊 別被騙了 沒錯 雖然兩位剛才提到那些合作夥伴 都成功迴避了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個人 他說流嘴了 那就是負責過動畫 Darker Than Black 黑之契約者系列 青之驅魔師 攻殼機動隊 Stand Alone Complex 等作品的音響導演 若林荷鴻 在2008年的一次訪談當中 他不小心說出 Cabriela Robin其實是日本人 真的 我的夢想毀了 其實啊我剛才就一直默默覺得 如果Robin真的是火星人啊 好像也有另一種美感耶 但是這個夢想被你毀了 小薇你面對現實吧 限量是殘酷的 現實也很殘酷 對 這什麼跟什麼 其實呢卡魯你這個線索 可以佐證本博的一些猜測 雖然2008年以前 還沒有人知道他是日本人 但是他那樣火星歌詞的日文翻譯呢 都寫得非常的優美 好像原本就是由日文寫成的一樣 不禁讓人懷疑 這該不會就是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一頁的 尖野楊子所寫的吧 而且啊我發現 從2008年的電視動畫 MacroCF開始 Robin開始發表大量的日文歌詞 劇中的歌姬 Cheryl Gnome 還有蘭卡的日文歌詞 很多都是他寫的喔 等於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了吧 那聊到這裡我們來聽一首歌 等一下再來看看我們發現了什麼新線索 來自仙境傳說2的Hodo 其實說起來我們之所以知道 Gabriel Robin是日本人 也是因為弱琳和紅不小心說流嘴了嘛 對不對 如果姬野本人不承認 或是沒有其他人繼續說流嘴 那麼我們永遠也不知道 Robin的真實身份是誰 你們還有其他新的線索嗎 假如是在做什麼 軒 remembered 總是現在在錄音欸 你突然抽出這個本子幹嘛呢 這是你買的新冠嗎 會不會是什麼兒童不移的內容 雖然聊到目前為止 Gabriela Robin到底是不是 是尖野洋子这个谜团还未解开 不过永伯各位听众 李明卡路我现在手中掌握了一份非常关键的资料 哎呦你看还敲开这个谜团 还敲桌子呢你看 是啊 这份资料呢是由我一位朋友 在2009年7月7日到日本参加了尖野洋子的超时空气息 Sonic音乐会所取得的场刊的副本 这不是本本来那本啊 这是副本 当中详细列出了这场音乐会上面 所有的演出的乐手还有歌手 而且花了两页的篇幅 具细密的写出 Gabriela Robin作为一位藏尽人的心路历程 还预告他即将在音乐会上面现实 可是在这场音乐会上面 只有一位歌手不曾以歌手的姿态 在世人的面前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位歌手就是Gabriela Robin了 而这位歌手的真实身份竟然是 什么 竟然是 就是尖野阿姨自己了 在这场演唱会上面 当华沙爱乐管弦乐团演奏完 Turn A钢弹截曲片尾曲Moon的前奏时 原本在指挥乐团的尖野阿姨忽然转过身来 拿起麦开始演唱这首神曲 等于正式宣告他就是Gabriela Robin了 哎哟 既然你早就有这么关键的证据 为什么一开始不拿出来了 对啊 就是啊 还有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推理 结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好玩嘛 我想这个卡罗真的是病得蛮严重的 医生都放弃治疗他了 我们就对他睁着眼闭着眼吧 不过今天我们了解到 原来创作了大量经典动画音乐的作曲家 尖野杨子 实际上已经为许多的动画献过声 创作了不少很棒的歌词 而且当中也有一些神曲哦 嗯 这倒是蛮让人耳目一新的 那节目的最后呢 带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来自Turn A钢弹的神曲Moon 好 节目接近尾声了 同样的 也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到Facebook上面 还有天空部落格 给我们批评指教哦 嗯 也别忘了礼拜一在FB上面 会有叮当话的四个慢哦 嗯嗯 然后在礼拜二 YouTube上面也有我们的录音话序哦 有空的话也可以上铺浪 跟我们一起耍厨哦 嗯 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